大家好,我是托马斯 我们今天依旧要来看一下开箱主题的第四期 今天的主题依然是情人节的这个 绑着小花的这种礼箱 我们把这个包裹给打开 看一下今天有什么不同的东西 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直接点击打开 首先它还是依旧的奖励经验 之前我们在第一期讲过 现在我们就不讲了 直接放到背包里 一会放到机能上面 这个是经验壶 拿着 这个是弹簧 一会给大家讲一下 五倍加速器 我们选择这个倍速器 我们继续点 这个是情人节螺丝 点的不错 五个这个奖励经验 奖励经验 经验壶 奖励经验 经验壶 情人节螺丝 这小型材料包 直接放银行 好了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弹簧 这个弹簧 它主要是放在那个地方 放在那个自动链金的那个东西上面 把这个自动链金 它需要有一定的那个发明等级 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发明等级 还没能做 具体它是怎么在打外动用 它需要肯定是需要一些设置 具体怎么设置 我还在现在 我说不清楚 我知道它是放在那个自动链金的上面 这个大家可以拿 因为它也可以是这个可以卖钱的 大家就是不放在那个自动链金上面 它也可以去卖钱 平时我们那个链金的话需要用那个法术吗 或者是用那个探索者的戒指 那个戒指也可以去链金 但是那个需要手动 但是有了这个弹簧以后放到那个自动链金的装置 我们就可以在打怪的时候遇到一些等级高链金的一些物品 我就可以设置它自动链金 好了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